杨明不是辽兰历史执教能力最强的主教练 但是他绝对是辽宁队历史第一副奖 执教四年里抵过李哥 吴庆龙 蒋兴权 郭世强等名帅此生的岁月 七位主教练加在一起都没有杨明拿到的冠军多 有些人年纪轻轻就取得成功 有些人奋斗一生一事无成 对于成年人的共识 成功是能力加运气的组合 二者缺一不可不 杨明在危难之际总是沉着冷静 把辽宁队残阵粘合到一起 永不言败力拼到底逆境重生拿到一个个冠军 而这些努力吴庆龙 蒋兴权 郭世强都做过 而他们的命运是面对八一和广东南篮的王朝球队 即使他们在努力也是无济于事 而郭世强带的是青涩的辽宁 每道决赛不是韩德军伤病 就是李小旭报销与球迷打架停赛 那时候他没有富豪就场 张振霖还在美国 赵继伟还在青年队观察 而杨明危难之际对手核心主力毕伤 连续三年胡金秋和周琦接连倒下 加上杨明凭借自身的实力一举夺冠 杨明是辽兰历史最成功的主教练 他的运气与辽宁对命运完美结合 创造了新的时代 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郭世强等前任教练为辽兰积攒的人品 正可谓善心善行福自灵 天道酬勤更愁真